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闭锅中怎会有荷花绽放 野荷源于何年何月 这些谁也说不清 故乡的歌虎原本是一红默默无闻的水域 多少年来他以博大无私的胸怀滋润着一方土地 然而除了这些水上人家与之息息相关外 很少有人问津了 可是自从有了野荷 湖光变格外灿烂 改当时水不再深又何则灵了 当野荷盛开的季节 歌虎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 就连水中的小生林们也有了理想的乐园 他们无忧无虑 悠然而忘情 这夜河的无私漠漠 为他们营造出一帮安详平和 一只只紫红色荷花剑 挺立着探出头来 儼然似几个稚气未脱的幼童 挣脱死母的怀抱 仰望着新奇的世界 这一对对病提脸 轻轻摸摸 恰似鸳鸯细水 两株飞蝶 更像热恋的情人 我倾刻沉浸在 一个温馨的爱的氛围中 这轻柔而甜润的感觉 扣开我的心灵 让我读懂了爱的真谛 在这夜河盛开的湖上 你会体验一种险间的昂扬 你会突然感到 也和存在的亲切气息 心中注入一丝万物皆有灵性的思绪 层层的叶子中间 雨露缔造出一颗颗滚动着的珍珠 呼吸着湖上清新的空气 亲吻着夜河的方向 此刻的我似乎与众不同 似乎有了某种特别的气质 也许这就是夜河与新的融合吧 也许再高超的画家 也难用描摩 夜上出阳 甘肃雨 水面清远 风举河的绝妙佳境 再 著名的音乐家 也难以弹奏出 清风徐来 玉云涌 文语书处 亏与人的 罪人乐章吧 夜河 终有花开花落 人生定有几多臣服 可是 生命的长河 永无止境 一切对于奉献的人 有谁会忘记他们呢 敌人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